快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国际的重大讯息 日本在三个星期就要举行国会选举 首相安倍晋三积极的在地方来演讲 希望民众支持他的经济策略 请看我们来自日本东京的报道 记者现在来到了新宿的西口车站前 而就在稍早的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是在这边进行了 他的第四场街头演说选举造势 为在两个多礼拜就要开始的众议院选举做准备 我们来看看稍早的画面 话题始终围绕经济 安倍还提到今年日本的平均薪资上升 外国投资的比例也增加了 日本经济的好转已经有目共睹 现场为安是相当森严 在周围两三条街之外都有警车停留 执政前空地挤满了民众围观 安倍接下来讲跑透全国各县 行程满满就是要为选战秦子上阵 以上新唐记者林渝在日本东京报导